我們看這題目 設這4比數據之回歸線為y等於11-1x 求A之值 那麼首先我們計算這μx 那麼這等於1加2加3加6 然後去除以4 那麼我們算出這等於3 接著我們求μy 那麼這是4加5加A加2 再去除以4 那我們得到這是4分之A加11 那麼這時候我們得到的是這個點 這是μx μy 座標為3 然後這是4分之A加11 那麼我們知道這個回歸線 y等於2分之1減2分之1x呢 是通過這個點 所以呢我們以這個點的座標代入 那麼我們會得到就是 4分之A加11 這等於就是2分之11去減掉2分之1乘以x 我們以3代入 所以這裡呢是2分之1乘以3 那麼這等於就是2分之1 減掉2分之3 我們得到這是4 所以呢 等號兩邊我們同乘以4 得到A加11 是等於4乘以4 這是16 因此我們算出A是等於5 這個答案 我們算是4分之1 我們算是4分之1